由于是迎风面的关系 整个降雨最明显的区域主要会集中在北台湾 尤其是我们预估在北部的山区将会出现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 大家早安 第六号台风烟花今天逐渐接近台湾 气象局也持续针对台湾的东半部海面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而台风对台湾的风雨影响也将会越来越明显 我们先从路径图上来看 今天早上八点台风位在台湾的东方海面上 距离台北大约490公里的位置 目前它的强度是中度台风 暴风半径为200公里 而我们预估在今天之内由于导引气流不明显 所以未来台风的移动速度相当的缓慢 预估到了明天的早上 台风的位置仍然是持续在宫古岛南方的海面这个位置上 而在这个海域由于海水的温度比较高 可以提供台风持续发展的能量 因此我们预估在今天之内 台风的强度还有逐渐增强的空间 不过整体来说台风在比较靠近台湾的时候 还是以中度台风的几率相对是比较高的 而随着台风逐渐接近 我们也针对了台湾的东北部及东南部海面 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提醒海上作业的船只要严加健备 而台风的接近也为我们带来比较明显的浪 在过去几个小时 在北海岸以及马祖地区已经观测到4至5米的大浪 而在台湾的东半部沿海浪高也已经来到3米以上 同时台风所带来的北风也逐渐的增强 在今天西半部、东北部、东部沿海以及各个离岛 都开始将出现8到10级的强阵风 提醒沿海活动的朋友要注意安全 而在路径的预估上 今天之内台风的移动速度是相当缓慢的 不过明天开始 随着北方的高压逐渐北退 台风也会开始渐渐北转、加速移动 预估在明天到后天会通过台湾东北方的这个海面上 那相对来说 在明后两天台风距离台湾的位置也是相对比较接近的 因此我们预估 明后两天台湾的风雨影响会比今天还要再明显一些 那我们从雷达图上来看现况 从雷达图上可以看到目前台风虽然离台湾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它的外围环流已经陆陆续续为我们带来一阵一阵的降雨 尤其是在北台湾地区降雨的时间越来越长 那整个降雨的雨势也是越来越明显 气象局目前针对竹苗的山区发布豪雨特报 而苗栗以北地区以及东北部地区也发布大雨特报 那同时可以看到整个雷达的云系除了北台湾之外 也逐渐在往南移动 因此今天中南部也会开始出现间歇性的板站雨 而我们从电量降水预报上来评估 可以看到由于是迎风面的关系 整个降雨最明显的区域主要会集中在北台湾 尤其是我们预估在北部的山区将会出现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 而中南部地区虽然整体的雨量相对没有那么多 但是随着时间随着台风接近 这是今天白天 那到了今天的晚上 中南部降雨的几率也会渐渐的提高